副总统赖清德昨天下午前往台中访视空军防空计飞弹指挥部所属部队 以及空军第三战术战斗机连队 感谢国军官兵坚守岗位捍卫国家领空 赖清德表示因应中国在区域间各种常态化的灰色地带袭绕 空军防空部队必须要24小时保持战备状态 不仅要紧盯雷达监测 掌握勤资 更要能够随机应变 责任非常的重大 而空军第三联队则是担负捍卫领空的使命 也派遣天狙部队轮助马攻 进行防空拦截以及联合作战任务 在清泉岗基地的警戒室 24小时都有飞官轮值 做何立即升空的准备